如果我們停止了是可以幫助到的 我們覺得是無所謂 這是我們有的責任 回看疫情有沒有因為我們的停止而去緩和 我們是看不到的 我們會覺得我們好像犧牲了 每一間店鋪都起碼要有六位 停業這三個多月 只是計第五波 每一間店鋪都起碼要有六位數字的損失 就算我們可以拿到政府的製作 其實是不夠適合租金的 幸好我們這間店鋪 業主是有減租給我們的 也減二、三十個百分之 所以我們真的算很幸運 員工是理解的 我們就真的出不了糧 他們還有我想 真的出去再找其他工作 兼職的大約只有10% 員工會這樣做 其實今次這個政府 在這幾輪 立令我們的處所關閉 永遠都是行先第一個 但是開回來 永遠都是最後的一個 我自己本身 這間店鋪只有四萬六千八一個租金 在五間加起來 都只有十一、十二萬的租金 只是先講這個疫情 那麼多間店鋪已經加起來 沒有了一百五十萬 雖然我們屬於第二個階段 可以讓我們有罪地開回來 但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最壞的打算 在五月和六月都未必可以開回來 因為這個疫情是很浮動 其實我們看回我們生意眼 或者看客人的流量的話 其實頭兩日的確是多了少少 但是去到第三、四日 你發現好像所有東西都是Back to Normal 大家都會覺得 可能開門之後 又會覺得 都不用那麼急 因為大家都會有一種錯覺 就會覺得 肯定這個時候會很多人來做 現時這一刻 我們要叫大家堅持下去 其實都堅持了兩年 我們都有曾經想過要不要放棄 我相信其實 我們能夠捱過這一關 其實相信我們後面的事情都會相信 讓我們來換邊的東西 真的是 我們一起去看 總統就是說 謝謝 izes 照片 然後 我們 放棄 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